经检调漏于征讯后 刘姓厂长凌晨因为涉嫌过失致死罪 而且有串政之余遭检方申请羁押 刘姓厂长在征讯时竟然离谱的鬼扯说 自己当天休假并不知情 还推托的说不知道工厂要有职业安全训练 甚至连负责人的联络方式都不知道 死者家属气愤难平 第一个 伸长体重的 那之后 是不是要等到死了大家才来关心这件事 据了解这家沙石工厂早就被民众夺次检举 但却都不了了之 甚至因为扩大使用在非登记范围堆放吐石 已经被开罚32次 总共300多万元的罚还却还是可以正常职业 家属质疑为什么这样危险的铁皮工厂安检可以通过 专家痛批只靠一层薄薄的铁皮 怎么可能撑得住 根本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另外被罚32次还能继续职业 是因为业者端漏洞 一旦被送办就变更负责人登记 小王韵将在上班途中 因为人为的不小心早遇死结 警方将持续调查找出意外发生的原因 这个刘志然 刘杰 现实晚团队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